第31题,乘上题的右表 适者就这6类的可回收塑胶判断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? A,这6类塑胶都是热塑性的聚合物 这个是对的 因为热塑性,所以受热之后容易软化融化 所以才可以回收再利用 所以选项A是对的 选项B,这6类塑胶中 PP最耐热且最稳定 第5号就是PP 它发现它的耐热温度100到140是最高的 同时它耐酸碱、耐碰撞又耐化学物质 所以它显然也最稳定 所以选项B也是对的 选项C,这6类塑胶都可以耐酸碱的腐蚀 我们看到6号塑胶这里写它不耐酸和油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塑胶都会耐酸碱 选项C是错的 选项株这6类塑胶都是有机物是对的 这些都是所谓的有机化物所构成的聚合物 所以第31题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C 这6类塑胶都可以耐酸碱的腐蚀 然后大家对这6类塑胶都可以耐酬 但这7次都是好颜色的 而这是5类塑胶的脐蚀